台湾的眷村菜是集中国八大菜系于一生 接下来看到这位赵海珍 他就好像是武林高手一样 集各门派所长 把眷村年味的美味 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豆干 辣椒 香菜 大头菜 肉丝 五色五丝 端上桌 拌的方式就好 臭豆腐香 拌炒老油调脆 香脆滋味 抓住你的味 汤头鲜美 白菜甜 柿子头Q弹绵密 好滋味 能端出这鲜美味的 就是他赵海珍 这一天赵姐起了个大早 穿梭在市场挑食材 脑中不忘哪个是客人的最爱 客人喜欢吃就能变出美味 因为他有一本美食宝典 那就是儿时记忆 从小在眷村长大 各省妈妈的拿手菜 她都尝过 再加上眷村菜 可以说是混杂中国八大菜系的代表 这也说明各门派的武功 她都练过 首先登场的眷村菜 是来自云南妈妈的美味 腌过带有黑色色泽的大头菜 味道贤重 必须切成薄片 薄到透光 只有零点一公分 功夫了得 大头菜 辣椒 香菜 豆干 通通切成丝 再来油炸豆干 炸好捞起备用 另起油锅 肉丝拌炒 接下来食材全下锅 简单调味 稍微拌炒一下 没有炒太多 炒五丝端上桌 五种口感 五种滋味 搭配一起 爽口美味 原先我们有做臭豆腐 可是客人都说 拜托很臭 对 所以我就把它想到说 用这样子捏碎 然后去炒 然后呢 跟老油条搭配在一起 清蒜香菜切小段 跟油条放一起 接下来开始炒臭豆腐 豆腐炒到挑出豆香 开始跟辣椒葱花拌炒 可以放稍微多放一点 豆腐吃进葱花香味 加入酱油与入调味 跟油条青蒜香菜一起拌炒 那么油条不要炒太久 尽量用热拌的方式就好 你炒太久油条 它会软掉 装盘完成 出门见客 透豆腐看起来像肉末 完全没有臭味 很香很香 炒不到 下半 有那个妈妈味道 以前那个味道 全部都上来了 好温馨好温暖 下饭的美味 还有这一道白菜狮子头 海派的赵姐完全不藏私 料理过程全公开 肥色饼七饼三 我们一斤就一个蛋 自信来自好食材 还有好手指 用高粱酒增加香气 葱姜水去腥味 再来就是狠狠摔肉 摔出弹性 就是把它的那个空气把它打出来 这还蛮疏压的耶 对啊 下次可以开一个课 就是大家来打肉 把所有的那个 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把它打掉 然后边打还可以边念名字 粘稠度足够 开始用双手捏成像棒球一样 大小的肉丸 再来下锅油炸定型 它在它的转速中 它的肉就变滚成圆的 你看它已经 等一下我给你看就 如果我们刚刚的肉 没有把它打到那么密的话 它下去就变散掉了 狮子头就像在舞池中 跳着华尔兹 不停转圈圈 直到这一刻 有没有 漂亮吗 这样就捞起来 放进点锅蒸煮四十分钟 最后泡在用鸡骨猪骨熬煮成的 白菜汤中 大约两个小时 以前你其实分量可能是一两颗狮子头 对 现在已经是要一桶 对 现在像我们过年 对 过年大概做到两千颗吧 这道狮子头从开店开始卖 一卖就是十几年 见证它辛苦的过去 从一个没有招牌的餐馆 到现在已经拥有两间餐厅 人气抢抢棍 因为它能端出抢手美味 每位狮子头肉丸外脆内嫩 搭配清甜白菜 让人一吃上瘾 它做得蛮细腻的 然后搭配了白菜的清爽 所以吃起来就大家都 每个人都一口一口 一下子就吃完了 狮子头就出来 我就喝汤了 那个几乎都没去 我就没吃到 最后还有这道馒头 你可能很想问 要吃馒头何必上餐馆 因为这的馒头 可是每个眷村妈妈 记忆中的好滋味 我们不是几个女人 堆在一起玩吗 那个馒头发完了 就一边搂一边聊天 就这样子嘛 所以以前 所以馄村的馒头是特别好吃 因为它搂的 手工做出来的馒头 口感Q弹多层次 沾上自制的豆腐乳 成了绝佳美味 这个也是馄村你做的 我们是用高粱酒去做的 对 那它是用温度 它不是说今天你一定收成 就要等它 如果什么时候 这样的扒起来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把它弄到瓶子里面 有妈妈的味道 对 就是用眷村的 对 就是眷村长大 有那个回忆对不对 对 眷村美味满满一桌 勾起每个在外游子的心 每道菜都述说着不同故事 还有许多人珍贵的回忆 也是赵姐再累都想继续的动力 也经常一桌坐下来千岁 因为都是八十几 只八十几 这样一桌坐下来都千岁 对不对 然后他们都 还是喊女生姐 对 喊我赵姐 然后他们都吃得很开心 那这些菜就是有他们共同的回忆 然后有他们共同的一些谈判的内容 一个餐盘盛装着一道美味 一段回忆 等着上门的客人细细品尝 细细回味